看看这堆被收藏起来的金块 表明这里可能蛮有相当数量的黄金 就算是菜鸟在这都能大赚一笔 亏钱是不可能亏钱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亏钱的 在新一年的淘金记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没有钱的三无菜鸟弗莱德正在寻找矿场 过去的三年他跟着大佬帕克 远征世界各地寻找可能存在的矿场 让他感受到了黄金那无穷的力量 弗莱德之前在部队中当过14年医疗兵 在战场上被开调后被强制退伍 然后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为了能重建自己的人生 他带着两万美元的全部身家 带着一把小铁锹来到了俄勒冈州 寻找可能存在的金矿 并且还打算组建一支全市老兵的队伍 但是在这之前 弗莱德必须要先找到一块合适的矿场 于是他找来了好兄弟肯德尔 这个退伍老兵出生在淘金世家 他的叔叔就是传奇人物 弗莱迪道奇 是霍夫曼团队的顶梁柱之一 二人见面后来到了一个废旧矿井 在最深处发现了富含黄金的矿脉 这样延伸下去的主矿卖 经过数百万年河水的侵蚀 肯定买有大量的黄金 如果下游进行彩金作业 文巴文能赚个上百万美金 真是相亲时发现对面是星园结衣 可让你捡着了 拍车一段时间之后 二人来到了山下的鹿角矿场 弗莱德坚信这里买有大量黄金 然后就见到了矿场的主人杰夫 他最近想要出售这片土地 杰夫说在上个世纪 有一堆大佬在这里挖了60万盎司黄金 但是他们当时只挖了9英尺 下面至少还存有15英尺厚的矿纱 之后杰夫又向二人展示了一些大金块 此时肯德尔发出了灵魂拷问 既然这里这么赚钱为什么要卖了 杰夫心里突然一紧 解释说自己有一块离家更近的地 所以这块也就不要了 这听起来就像老大爷骗小朋友一样 不过这两个憨憨就真心了 杰夫说这块地想要卖100万美元 弗莱德心想把我卖了也买不起啊 所以就只能花2万美元先租下来 之后还要支付15%的黄金 但是在真正签合同之前 他还要检验一下这里到底有没有火 等弗莱德和肯德尔真正来到矿场时 他们发现这里已经有5年没有动工了 虽然有一些必要的机器 但走近一看这就是一堆破铜烂铁 连咕噜都别的没眼看了 但为了测试矿场的产量 他们必须要先组装完成洗矿机 然后就是霹雳旁浪一顿羞羞补补 幸运的是可以顺利启动机器 因为弗莱德和肯德尔都不会开挖绝机 所以只能请杰夫先挖一勺矿纱 大概有15立方米左右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弗莱德在下游启动了水泡 洗矿机终于可以顺利工作了 一勺矿纱很快就完成了清洗 然后弗莱德就在垫片上发现了黄金 但光是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这一勺矿纱能产出至少0.1盎司 才能证明这块地值得二人为此奋斗 经过一轮讨喜之后 弗莱德和肯德尔发现这一小堆金纱 刚刚好有0.1盎司 这让他们感觉十分兴奋 毕竟这次只挖了一层表面土 如果继续往下挖肯定会有更多收获 自己完全有机会赚个几百万 然后弗莱德就签下了租赁合同 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测试工作全都是杰夫团队控制的 弗莱德二人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事 专业的淘金客绝对不会这么做 所以弗莱德这次淘金之旅 究竟是场美梦还是噩梦 新的一天 弗莱德和大兄弟肯德尔 来到了他用毕生积蓄租下的矿场 现在他们的手料任务 就是要顺利启动面前这个 有各式各样破铜烂铁拼成的洗矿机 还有数不清的口香糖和胶带 这看起来就像让老大爷翻灯筒 怎么可能智冷起来 供水系统很快就安装完成了 弗莱德边每一个人都安排了任务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矿场主杰夫 教自己怎么去开挖掘机给料 之后二人一顿操作猛碌 最后发现钥匙好像都没拧开 杰夫三番五次嘱咐弗莱德说 绝对不能撞到洗矿机上的漏斗 说白的就是怕这堆破烂散架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洗矿机被成功地启动了 弗莱德在杰夫的指挥下 颤颤巍巍地挖到了第一勺矿杀 紧接着就不出意外地撞上了漏斗 然后流洗通道又来了的原地180 杰夫看到后唯唯诺诺不敢说话 逃进工作还没开始就这么结束了 肯德尔说我跟着叔叔混了这么多年 看得出来这玩意从里到外都得修 弗莱德一听天都要他下来了 因为他所有的钱都用来租矿场了 哪还有钱再雇人修洗矿机啊 肯德尔发现了兄弟的苦衷后 说我看看能不能召唤家人来帮忙 然后一个电话就叫来了 业界传奇道琪叔叔 这下洗矿机算是有救了 道琪本来信心满满 结果越往里面走电报声越大 检查后发现这台机器不能说彻底完了 也可以说是基本报废了 想要继续淘金必须全部翻修 弗莱德当然想把赚钱的玩意修好 但他现在最多只能再拿出来5000块 道琪也十分同情自己的侄子 说5000就5000吧 反正我帮忙干活不要钱 其他东西让弗莱德能拿多少是多少 请来的人现在付不起就赚了钱再给 然后就给出了一整套处理方案 首先就是把两个矿石筛全拆了 然后再洗矿机内部加上第二层筛板 用来分离金矿和金粉 最后尽可能加长溜洗通道 从而能够捕获所有的黄金 之后到琪联系了胡安伊巴拉 霍夫曼团队曾经的顶级技工 虽然这次工作并没有酬劳 需要等弗莱德赚钱了再慢慢付 但是胡安还是一口答应了老伙计的请求 开着卡车就从家里出发了 之后到琪就带着弗莱德二人 永久退役了那两台滚孔矿石筛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胡安开着一台黄色晴天柱来到了矿场 这个人一看就是个大佬 一阵寒暄后立刻就开始了工作 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给洗矿机制做筛板 说实话顶级技工就是顶级技工 没过多久就完成了筛板的制作 与此同时 到琪正在改造两条超长的溜洗通道 为了给侄子和弗莱德省钱 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利用废料 也很快就完成了改造工作 所有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后 然后所有人齐心协力安装零件 一台完美的洗矿机就这样诞生了 弗莱德现在的心情就像 你突然被星园结义做了一口 在顺利启动了机器之后 迫不及待地爬上了挖掘机 挖了一勺矿纱 洗矿机各个部分工作一切正常 在这一勺矿纱被全部送进洗矿机后 弗莱德迎来了本季度的一次收金 到其本的送佛送到西的心态 亲自上手讨喜得到的金矿 得到了所有的金纱后 所有人都来到了精准称钱 发现一勺矿纱就得到了0.25盎司黄金 赚了大概400美元 只要这片矿场能够维持产量 弗莱德在这个季度有望采金550盎司 差不多能赚个100万美元 然而之后的淘金路真的会顺利吗 新的一周开始了 两位帮忙的大佬早已离开 弗莱德现在欠了一勾子债 他现在要想办法提高采金的效率 于是他就叫来了老婆和其他四位老兵 依旧是从零开始的淘金生活 四人中的强逆员代号刺红 曾经服役于海军陆战队 后来头部在战场上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被迫退役后一无所有 然后就想靠着淘金来碰碰运气 现在负责洗矿机的供水系统 然而强逆这时突然摔了下去 这一下可把弗莱德下得够强 差点都失去意识了 还好老哥摔下去没磕着头 这不是蹦起来犀牛奶可了劲的作呀 在矿场另一边 大兄弟肯德尔正在教 原特种部队事关史提芬怎么开挖绝机 史提芬之前当了整整27年兵 还开过近10年的装甲车 那开挖掘机不是散兵去坐过山车 想想心里就想笑 然后他就扒了出来一块大石头 旁击一声就干履带上去了 弗莱德第一时间就跑去看要不要再花钱 还好挖掘机没被搞坏 最后石头也被顺利地清理掉了 之后的时间 史提芬要负责把矿杀送进洗矿机 有了大石头的前车之鉴后 这次他表现得极为稳重 然而还没挖上两勺 弗莱德眉头一皱发现刮大风了 然后就听见树林里噼里啪啦一顿响 老兵们感觉不对连滚带爬离开了矿场 第二天回来后发现一片狼藉 不少枯树都被蓝腰吹断了 弗莱德认为必须把周边清理干净 不然同伴随时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 并且为了能绝对安全 他决定伐木期间不进行淘金工作 但要是手动伐木的话 可能要花三个星期 没有办法 他只能把卡刷抱请好友杰西帮忙 然后矿场中就出现了一台大型伐木机 并且说一天就能搞定所有的枯树 在几秒一棵树的光速下 老兵们终于又可以进行淘金作业了 他们此时都想着要大干一场 因为四周半盎司黄金的收获实在太烂眼镜 但是就在矿场准备全力运作的时候 弗莱德的老婆却又发现了问题 卡拉元是心理战特种技术兵 现在担任菜鸟老兵团的经理 他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学习如何管理矿场 然后就在矿业检查署的官网上 看到了矿场必须要符合的安全规定 如果之后真的有人过来检查 弗莱德可能会被处罚十万美元 卡拉来到矿场后立刻叫停了所有工作 弗莱德此时特别暴躁 都有一种想要打一架的虫洞 其他老兵站在一边疯狂吃瓜 但也都认为自己没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 卡拉告诉弗莱德 传送带需要有防护笼 猫道上需要装上护栏 并且发电机和洗矿机上还要装上遮风挡雨的箱子 但说实话派克和瑞克好像也没这么穷 不过这些菜鸟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 老兵们在一旁唯唯诺诺不敢说话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听经理的 弗莱德也没了脾气跟狗挨在一起 肯德尔首先把发电机转移到了一个平坦的地方 然后再给机器安上了配套的罩子 紧接着卡拉发现猫道的护栏太矮了 他把菜鸟们狠狠地骂了一顿 顺带着又把老公骂了一顿 他们只能无奈地回去反攻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弗莱德的矿场也即将完成改造 菜鸟们最后给洗矿机装上了隔山 然后盼着能通过卡拉的验收 虽然老兵团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才完成了矿场的安全整改工作 但他们此时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终于可以竭尽全力洗矿了 看看盘子里少得可怜的金沙 这是菜鸟们第一次称重的成绩 六周时间他们才采金0.28盎司 他们是怎么做到从入门到破产的 虽然弗莱德已经租下矿场五周了 但是老兵团一共才作业八个小时 正当他们准备迎接美好的一天时 公寓员斯图卡尔却发现挖掘机不动了 弗莱德紧急叫停了刚打开的洗矿机 然后发现挖掘机好像漏油加短路了 如果不妥善处理强行开工的话 这台机器大概率会引发火灾 自从弗莱德租下鹿角矿场以来 就没有一天让菜鸟们省心的 肯德尔这时候终于发现了滑点 矿场主留下的这堆东西全是垃圾 团队如果想继续淘金就必须租新机器 但弗莱德改造洗矿机已经花光了所有预算 他现在只能让挖矿纱的机器来回倒扮 可这台挖掘机是一台30年的老古董 这就好比让老年人去参加铁人三项 反正铁不铁不知道怕不是人没了 但是弗莱德现在想赌一把试试 幸运的是来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 攒下来的矿纱只花了两个小时就搞定了 现在这台老挖掘机必须要回到矿坑挖取矿纱 然后在路上就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左边的履带直接卡住了 虽然能强行开到矿坑旁边 但肯定是没办法再开回来的 老兵团的淘金工作又摆平了 他们现在不仅需要新的机器 还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技工 然后弗莱德就想到了胡安大佬 可惜胡安最近忙得一笔骂傻 但是他那边有一批全新的机器 如果弗莱德没有意见的话 可以先租下来用着 等赚钱了再付给自己就行 但前提是自己要派一个技工跟着 免得这群菜鸟把机器搞坏了 弗莱德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做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老兵们待在矿场百无聊赖 肯定尔无聊到掀起了培根 然后就看到了两台晴天柱冲了过来 不仅背着一台崭新的挖掘机和装载机 还带来了久违的机工艾利克斯 这下菜鸟们总算可以顺利淘金了吧 新的一天早晨六点 负责供水的墙地准备去抽水 由于团队的蓄水池每天晚上都会干涸 所以他每天都要提前填满水池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老兵们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新一轮的淘金工作正式开始了 此时弗莱德突然发现 洗矿机里竟然没水了 他第一时间就关停了水泵 依旧是还没开始洗矿就结束了 由于矿场的水源要循环使用 所以从废水池涌下来的泥沙 将水管死死地堵住了 弗莱德认为是蓄水池太浅了 花个两天挖一挖就搞定了 墙尼此时一拍脑袋 想办法在蓄水池家的过滤网不就完了 这样还能节省一天的时间 他计划在蓄水池中间搭建一道石墙 然后再铺上一层金属网过滤那些杂质 虽然所有人都心有疑虑 但还是第一时间开始修建石霸 把那堆大石头放好之后 强尼亲自安装了金属网 然后说这么做不能说百分百有用吧 但也差不多是百分百有用了 老兵们之后立即重启淘金工作 发现不仅洗矿机中的水很清 废料池涌向蓄水池的残渣也被水坝挡住了 强尼此时成为了这群菜鸟们的英雄 矿场终于可以全力运作了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老兵团迎来了六周以来的首次称重 弗莱德此时就像郑伟一样鼓舞士气 然后就从裤兜子里掏出了一个小罐子 把里面的金纱全都倒下去之后 发现只有0.28盎司价值约490美元 这点钱当然是不够看的 但是老兵们始终认为只要努力 最后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是的没错 菜鸟们风风火火忙了一周 又只踩到了0.36盎司的黄金 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弗莱德看着一片狼藉的矿场 现在根本就不盼着能够赚钱 只要能回本就谢天谢地了 因为这年的淘金记已经过了一半 可老兵团连一盎司的收成都没有 帕克对这位老朋友也没藏着掖着 说矿场在尸崩的同时 他必须要花些时间勘探周围的环境 这样才不至于到最后才发现 自己挖的地方原来没有黄金 漫无目的地努力是绝对不行的 弗莱德听到这 就像你早晨照镜子感觉只冷起来了 他现在必须要进行一轮勘探工作 然后就请来了霸气外露的岳父 这位致力于环境安全卫生的教授 给女婿带来了一台高科技设备 一台价值1.5万美元的 X光荧光光谱分析仪 使用这台仪器可以精确地 分析出样本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元素 随后弗莱德挖到了大量的样本 如果某处值得老兵们开采 那么分析出来的黄金数值 必须至少有4个单位才够 首先是矿场角落的一袋矿砂 老岳父扫了又扫 发现里面有各种钙铁星细维生素 就是没有检测出来黄金元素 塔拉听后简直震撼我妈一整年 接下来的几代同样如此 连老兵们一直在开采的地方 也只检测到了0.2个单位的黄金含量 这代表团队这段时间一直在做无用功 但好消息是在矿场深九公尺处 发现了4.27个单位的黄金 并且还在从旁边山坡挖来的矿砂中 发现了4.51个单位的黄金 在这些数据的加持下 弗莱德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但说实话这份工作 其实在租矿场时就应该做了 当负责挖矿砂的史提芬听到说 自己之前挖出来的那些全部做废史 他整个人都有点撕巴打了 但也只能听弗莱德的往下伸挖 不然就没钱可以赚了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尽可能挖到基岩层 随着矿坑越挖越深 越来越多的谁也从地下渗了出来 然后史提芬突然发现面前坍塌了 要不是他缠斗放得快 怕不是自己都要刺溜下去 他十分坚决地告诉弗莱德 自己没办法继续在这挖下去了 采金赚钱又不是玩命 弗莱德听完后都绝望了 但是兄弟都发话了自己还能怎么样呢 他立刻找肯德尔开了场会 说自己要放弃那个矿坑 然后转向检测出黄金的那个山坡 虽然肯德尔认为安全问题可以搞定 可弗莱德怎么都听不进去 最后他发现自己也劝不动了 也就只能听老板的抛弃矿坑 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说 弗莱德应该先清理一下表面废桶 然后再挖真正所需要的矿砂 结果史提芬就这样直接开工了 反正不管是什么样的矿量 全部统统送进洗矿机 一周的最后一天又过去了 弗莱德召集了所有人进行撑众 他们这时在山坡上只流洗了约46立方米的矿砂 如果能够得到至少0.33盎司黄金的话 就证明这片地值得继续开采 弗莱德将金砂全倒下去后 数字定格在了0.36盎司 价值约700美元 虽然老兵们至此还基本没有收获 但之后如果可以保持这个产量的话 弗莱德不仅能回本说不定还能赚钱 几个月赚2100块是怎样的体验 没错 菜鸟老板又没钱了 他现在可以说穷得荡气回肠 然后就想到了自己有钱的好兄弟 他会不会得到投资 新的一周 弗莱德又在给老兵们打鸡血 因为山坡那块地含金量丰富 有极大的可能扭转整个局面 但这天还没干到两分钟 投料员司徒卡尔就发现供料槽堵了 老实人卡尔带着铁锹 连滚带爬的就冲了过来 不一会就铲掉了堆积的矿砂 老兵们紧接着又启动了机器 结果不到两分钟供料槽又堵了 卡尔这次表现得十分暴躁 带着铁锹直接就冲了上去 并且为了能更快淘金拒绝关停机器 结果一脚就把水管干爆了 帽子都被直接冲到了天上 这下想不关机器都不行了 但好在这个问题很快就能搞定 现在最关键的是 如何处理矿料槽堵住的问题 弗莱德在一轮头脑风暴之后 决定直接给洗矿机垫起来 但也就是在下面垫两块石头 水瓶一什么的完全不需要 信心满满地打开了洗矿机之后 结果又干了不到两分钟 机器就发生了倾斜 溜洗矿砂用的水拳都灌到了转轴里 然后皮带就理所当然地脱落了 虽然这个方法也没起什么作用 但幸运的是机器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凯尔看着身边的一群笨蛋 这次必须自己亲自出马了 他想着你都要在下面垫石头了 为什么不直接在供料槽里像块钢板呢 这样不就跟垫石头一样一样的吗 这次凯尔不想着靠队友了 从寻找材料进行切割 再到一股做气焊接机器 整个过程行于流水堪称完美 重新启动洗矿机之后 供料槽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可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赚了两块五 由于这一周停工的时间实在太长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 而更让弗莱德无奈的是 妻子卡拉告诉他存款马上又见底了 只还最低都还不上利息 老兵团半个季度只挖到1.1盎司黄金 没有钱他的人生算是提前结束了 如果想打个翻身仗必须要钱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投资 然后弗莱德就想到了好兄弟卡尔 这个人在退伍之后赚了不少钱 卡尔在电话中也拨弗莱德的面子 决定过两天来这里实地考察一下 但投不投资还是个未知数 至少弗莱德现在有个念想了 可当他一回到矿场 洗矿机就又蓄弱灼出问题了 肯德尔跑过去发现 震动筛上的16颗螺丝没了5颗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离谱的吗 那还用说当然有 团队中现在根本没有备用零件 因为这台机器是两位大佬传出来的 所以老兵们只能去翻翻矿场里的垃圾 还真让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东西 虽然这种做法看起来极为不靠谱 但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老兵们在各种停工复工中反复横跳 然后好兄弟卡尔如约来到了矿场 他很显然被面前的景象镇住了 但商人毕竟是商人 他必须要综合考虑这个项目 弗莱德直截了当地表示 自己在这里大概能采出50盎司黄金 现在淘金记还剩下两个月左右 而每个星期大概都需要5000美元支撑 卡尔很显然被弗莱德真诚的眼神打动了 现在这里只有兄弟没有生意 这个项目我往卡尔投了 自己只要一成利润就足够 有了钱底气就足了很多 但老兵团们到底能不能翻身 看看淘金客手中的一小罐金沙 这是他们一天溜喜得到的量 竟然比他们上个月总共的收获还要多 淘金菜鸟们难道要转运了吗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老兵团们收入惨淡陷入困境 从开始到现在才采进1.25盎司 那个让人充满信心的山坡 一个月也采采进0.6盎司黄金 可以说穷得荡气回肠 弗莱德再次请来了稻妻和胡安 现在二人必须找到老兵们 为什么总是会出问题 两位大佬转悠了一圈之后 看到洗矿机中的水全是烂泥 他们认为如果不能使用清水溜洗 那么差不多一个点就要泄了 如果能解决水的问题 那么机器将会工作更长时间 随后两位大佬就集合开了个会 十分犀利地指出了各种问题 然后就说必须建立一个蓝沙坝 其实非常简单 一根木头加上一块绿布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不会浪费多长时间 因为周围全都是能用得上的垃圾 再次启动机器之后 洗矿机中的水确实清澈了很多 现在老兵们要做的就是不停洗矿了 之后的时间 道齐又和弗莱德一起来到了山坡 但是道齐认为矿沙的品质并不好 因为这里看不见那种 被侵蚀成圆形的石头 就代表着可能没有金子沉积在这里 所以现在必须继续向下挖挖看 好在这次没有经历什么挫折 很快就找到了想象中的矿沙 能不能回本就要看这一天的产量了 黄昏时分 老兵团们和两位大佬一起 准备评测今天的成绩 弗莱德把小罐子里的金子全倒了出来 数字最后定格在0.74盎司 虽然总重量还不到2盎司 但是这天的产量要比上个月还要多 如果能按照这个速度干下去 老兵们最后可能会得到35盎司黄金 然而意外总是会不出意外的出现 两位大佬离开之后 史提芬正满心欢喜地挖矿沙 结果没挖两勺好像就挖到基岩了 这代表山坡这已经没有含金矿沙了 如果不赶快想办法 那么老兵团队就会完蛋了 在研究了一回地图之后 弗莱德认为这里在上个世纪就被掏空了 之前的陶金克在这里建立了波恩镇 后来竟然还认命了自己的镇长 他找到了镇长房子的所在地之后 认为没人敢在那里动土 这可能会是老兵团翻身的唯一机会了 紧接着史提芬就开着挖掘机过来了 两勺下去全都是大石头 证明这里确实没有人挖过 弗莱德赶紧挖了一小碗矿沙 逃喜之后竟然发现了三颗金粒 新地点很有可能买有大量黄金 可就在老兵们重振旗鼓准备洗矿时 强尼却脚下一滑出了意外 他看起来十分痛苦 甚至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回到营地检查过之后 众人发现强尼的膝带肿成了馒头 弗莱德认为这样已经无法再待在矿场了 现在必须把他送回家调理身体 但在这周结束之前 强尼必须在营地等待家人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老兵们要评估之前的收获 除了山坡上的最后一批黄金外 还有镇长房子产出的第一批黄金 弗莱德将黄金全部倒下去之后 数字最后定格在0.77盎司 虽然只赚了1400美元 但这是他们今年的最好成绩了 这周勉强能付得起矿场的油钱 在如此惨淡收益的同时 菜鸟们还不得不把强力送走 老兵团接下来到底能不能翻身 眼看着淘金技步入尾声 淘金菜鸟弗莱德 不仅投入了自己的全部身价 每周还要消耗朋友的投资5000块 现在老兵们都拼命赶工 希望可以在冬天到来之前创造奇迹 只不过所有人都失去了原来的士气 俗话说麻绳专挑细数段 斯图卡尔突然发现抽水机压力不够了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矿料将会直接堵住洗矿机 也就没有办法继续逃进了 所以他们不得不关停机器修理水泵 肯德尔检查一番之后 发现连接出漏水很厉害 弗莱德听后直接让他们用胶水封上 怎么说也要撑到最后结束 反正就是想一头撞在南墙上 好在这个胶水质量上场 有点病兮兮里广告内卫了 正当老兵们重振旗鼓 准备在创辉煌的时候 史提芬眉头一皱惊恐万分 团队那台赖已生存的发电机 居然起火了 弗莱德和肯德尔连滚带爬地冲了过去 虽然并没有发生爆炸 但是现在队伍中没有技工 所以根本没办法修好这台大垃圾 不过弗莱德显然不信这个邪 他要求所有人都回去继续挖矿 自己会想办法将机器修好的 不过不服输也不能当饭吃啊 最后弗莱德还是接受了现实 召集了所有的老兵开了个会 投票表决是继续采矿 还是收拾戏软回家 最后所有人都举手同意闪人 然后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承重 弗莱德将罐子里的金沙全倒出来之后 也只有0.66盎司价值8000多美元 老兵们本季度的总产量仅有4.2盎司 所有人都表现得十分沮丧 不过更让弗莱德头疼的是 要怎么去支付好友卡尔应得的报酬 老话说是怕什么来什么 卡尔在收到矿场停工的消息后 准备过两天来看看情况 弗莱德赔掉了卡尔的所有投资 他认为必须要让好友看看团队的精气神 因为自己并不愿意就这样放弃 如果下一季还想继续淘金的话 就必须让卡尔看到团队仍在坚持 所以弗莱德最终决定继续洗矿一周 就算是做样子也要做出来 虽然所有人都跨着个劈脸 但没有办法只能帮老板继续工作 当天的气温已经来到了二度 老兵们竟然启动了所有的机器 这可能是整个淘金季最顺利的时候了 他们就这样安安稳稳度过了四天 第五天的时候气温突然骤降 虽然老兵们可以敲掉蓄水池的冰 但却无法搞定冻在水管中的冰 弗莱德想先把水管搬到营地附近 便立刻让卡尔开着装载机过来 然而冰冻的地面给团队造成了大麻烦 一个几吨的机器万一在坡上打滑了 大概就可以奏月吃息了 虽然卡尔一直都在努力上坡 但事实是这些全都是无用功 弗莱德此时终于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回天 老兵们回去后开始收拾戏软 这时投资了4万块的卡尔也来到了营地 准备和弗莱德一起做最后的清算 众人再次聚在一起 进行了真正的最后一次承重 这次他们竟然踩到了1.93盎司黄金 是这个季度收获最多的一次 老兵们本季度一共踩进6.39盎司 仅仅赚了1.2万美元 现在弗莱德说再多也没什么用了 就看卡尔最后是什么态度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卡尔又一次说出了没有生意 这样不仅兄弟们可能会赚钱 自己也有可能会大赚一笔 那么老兵们下一季会不会成长 敬请期待吧